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人只要向他开口,他一般都会给予帮助,我知道我看重的也就是他这一点,我觉得一个男人心好,那结婚之后就不会对家庭差,所以毕业后我们就打算结婚了。 他第一次把我带到他家时我很紧张,但是他安慰我说不要紧张,家里只有他母亲和妹妹,父亲在他的小的时候去世了,听到这我有点心疼他。 我到了他家,他的母亲和妹妹对我是真的很好,妹妹一直很甜的喊我嫂子,喊得我很不好意思,他母亲一直问我喜欢吃什么菜,有什么过敏的,有什么爱吃的,有什么不喜欢的,我很感动他母亲的体贴。 饭后他母亲对我说,你们结婚,你家里有什么要求尽管对我说,我能做到的,一定会做到的,听到这我顿时感动不已。 商量婚事的时候,我的母亲也没有为难他家,办完婚礼后,我们是和婆婆一起住的,小姑子还在读书,为了减轻婆婆的负担。 所以小姑子学费是我们出的,我以为我们会这样,一直幸福地过下气,可是,让我没想到的是,老公意外去世了,这件事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,简直如醉冰窟,婆婆呆在房里不愿出来。 小姑子和我劝了他很久,他不回答就一直在房里哭,我站在,门外对婆婆说,妈,不只是你失去了儿子,我还失去了我的丈夫,小姑子失去了哥哥,我们都已经那么难过了,为什么你还要让我们更难过呢? 婆婆的哭声更大了,半个小时后,婆婆出来了,对我们说以后,我们都好好过吧,两年后小姑子上大学了,这个房子只剩下我和婆婆了,我便一直照顾着婆婆,婆婆经常会让我去相亲,她对我说,你该有自己的生活了。 我对婆婆说,现在我的生活已经很好了,婆婆无奈地叹了口气,小姑子大学毕业后带来了男朋友,我突然想起了当年老公第一次带我回来的场景,我突然眼眶就红了,婆婆拍了下我的手安慰我,小姑子带回来的这个男孩不错,看样子对小姑子很好,我也替小姑子开心,小姑子和那个男孩交往三年后便打算结婚了, 我和婆婆都高兴得不行,我们一直忙着小姑子的婚礼,小姑子紧张得不得了,我对她说,不要紧张,这正是你最幸福的时刻,婚礼那天我看到小姑子站在台上,我顿时有种很欣慰的感觉,婆婆红着眼眶对我说,闺女,你找个男人嫁了吧,我摇摇头不说话,这时司仪问小姑子这辈子最感谢谁,小姑子拿过话筒对司仪说, 这辈子我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嫂子,不过现在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嫂子,她是我的姐姐,我看向小姑子,突然愣住了,她又继续笑着说,现在站在我母亲旁边的那个女人,请你们,看向她,她很年轻的时候我哥哥就去世了,她很傻,她没有再婚,一直陪着我的母亲,一直照顾着我的母亲, 但是这个傻语人,请你过你自己的生活吧,你不欠我们家的,是我们欠你的,你应该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,小姑子讲到这里早已泣不成声,全场人都感动得鼓掌,我看着小姑子,眼眶 我看着小姑子,眼眶